可怕的癌症殺手 从最新统计资料 不但是十大死因之手 死亡人数也创新高 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癌症心脏疾病还有肺炎 包办了前三名 其中癌症已经缠连了38年的冠军 成为国人的致命杀手 国人的十大死因 还包括了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108年总计超过13万人因此死亡 连续38年十大死因第一名的癌症 去年则有5万多人因此丧命 108年台湾平均每10分27秒 就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而失去生命 比107年快转了12秒 癌症持续威胁 成为台湾人致命的头号杀手 至于肺癌肝癌 已经连续40年盘踞一二名 和第三名的肠癌 三者持续威胁你我健康 台湾B型肝炎跟C型肝炎 肝炎的机会非常大 是有正向相关的 这些患者每半年都固定的 要去追踪超硬波以及抽血 两者都需要缺医不可 分析死亡原因 以年龄区分统计 24岁以下已事故伤害居多 25岁以上则是备受癌症 轻生心脏病威胁的族群 贵律生活和健康饮食观念 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真正落实做到 医师这么建议 天天捂蔬果这样子的标准去吃 炸的啦煎的这些请尽量减少 远离癌症威胁 落实日常生活保健 生命才能永保健康延续 记者王志文李婉婷 台北报道